歡迎大家回到教育泰書第一課的下半部 接著我們要看一章十八、二章二十一節 這就是保羅送耶穌之後的經歷 如果我們看《廣義》第三頁的著五 就會知道這個段落可以分成四部份 首先比較短的是一章十八、二十節 就是送主之後保羅第一次上耶路撒冷 接著就是敘利亞和紀利加傳人以前要消滅的道 然後一章十節比較長的就是十四年之後再上耶路撒冷 接著就是安提阿保羅當面反對基法 先是經文十八至二十節 後來過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見基法 和他住了十五日 至於其他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爾愛 我都沒有見過 我寫信給你們 在神面前我敢保證 絕無虛言 正如剛才講過 這個段落其實就是提出一些證據 因為保羅傳的福音不是從人來 而是從神來的 他不是從人領受 以及有人教他的 而能夠教到保羅的有些什麼人呢 第十八節後來三年我才想去耶路撒冷見基法 當然當時的使徒最有資格教他 但是其實保羅去耶路撒冷 是送了耶穌之後三年才去 而且呢 和他住了十五日 而誰想去見他呢 見那個意思呢 其實是想認識的 而且和住了十五日是一個很短的日子 所以談不上什麼心教呢 更加不會是屬於耶路撒冷的使徒去猜派保羅去的 接著第十九節 至於其他的使徒 除於主的兄弟雅各以外 我都沒有見過 所以其實保羅這次上耶路撒冷 主要見就是基法 即是彼得和雅各 而究竟保羅是哪一次去耶路撒冷呢 我們去看著陸 如果是根據《使徒行傳》記載 保羅上耶路撒冷總共有五次 而這個表呢 就將那五次相關的經文列了出來 而根據佳太書和對照《使徒行傳》 這個第一次應該就是《使徒行傳》的第九章 二十二至三十節 你看看那個表 那時候出發地去大馬事駕 而目的就是想與門徒結交 但如果看《使徒行傳》 我們會發現 當時那天不展示這個《使徒行傳》 這個保羅的 因為會不會你是臥底 其實想你拘捕他 但當時有一個人叫巴拿巴 是他帶保羅去見《使徒》 即是九章二十七節記載 然後他回去 就是去了海撒利亞 然後再去大蘇 所以這個第一次去耶路撒冷 就是《使徒行傳》第九章 這個是比較大家可以共識到的 而接著二十節 我寫給你們的 即是上文所說的內容 在實名前我敢保證 就單一等同起誓 絕無虛熱 這個就是遂之以理 直接不敢找上帝作見證 接著就是一章二十一至二十四節 後來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加 那些敘利亞的安提阿 然後基利加和基利加的大數 一拜的地方 即是表示保羅是馬不停蹄 四圍去傳道 二十二節 那時在基督旅的猶太國教會 說沒有跟我見面認識 這個見面認識 其實和上文的去見基法 意思是相同的 其實想認識對方 但是剛才也說了 即是三年之後 他才去見基法和雅各 哪有理由他保羅傳的福音 是從他們來教他們 而且猶太國教會 都未曾見過保羅 保羅偏有機會 即是從這些教會去認識福音 而二十三節 只不過聽說 從前迫害我們那個人 現在竟然傳揚 他以前要消滅的信仰 而這個消滅 就令人想起一章十三節 保羅在信仰祖之前 是要消滅這個信仰 但是現在呢 他要傳回以前 他想消滅那個信仰 其實保羅這樣說這件舊事 除了說他所說的話 不是從人來之外 也多一個重點 就是現在保羅所傳的信仰 在這個猶太國教會裏面 視為他以前要消滅的信仰 原來之以保羅所傳的 和猶太教會所傳的 應該是如促一切的 即不是有兩個版本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的版本 24節 他們就因我而眾贊神 因為我而眾贊神 一方面就是保羅的改變 即是因為在23節 黑爾用了重複的消滅信仰 現在180度改變 但另一方面 也是說 猶太教會是認同保羅所做的 在那時候 他們是認同保羅所傳的福音 和他們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保羅福音的源頭 又不是從人而來的 而是從耶穌基督的啟示而來的 接著就到著七 我們看二章一至十節 第二章簡單只是分兩個段落 就是二章一至十 以及十一至二一節 這個是說保羅十四年後 再上耶路撒冷 我們看第四的註冊 這個一次十節簡單 首先記載是保羅 再上耶路撒冷 即是二章一至二節 接著就提到 提多沒有受國禮和原因 而接著知名人士的一些回應 才是啟經文二章一至二節 他說後來過了十四年 我再上耶路撒冷去 和巴拿巴一起 並且帶了提多同學 我是按照啟示想去的 在那裡陳淑我在外族人當中宣講的福音 請他們表達遺見 不過私下向那些知名人士陳熟 免得我現在或從前跑的警示白跑 以將一節二節 你發現那個主詞是保羅 所以經常說我我我我 但另一方面 如果我們從最簡單的 從何人何事何地入手 然後又可以幫我們去理解這兩節的經文 譬如一開始的時候 十四年就是在說何時 接著再上耶路撒冷 就是何地 接著跟巴拿巴 並且帶了提多去 就是何人 在這裏強調是 我上耶路撒冷 跟巴拿巴一起 而在第二第三次去耶路撒冷 巴拿巴都一起 但是在這裏特別些 就帶了提多 那為甚麼要帶提多呢 一會兒看下去的時候 我便會明白 其實提多好像是一個人證 或者是一個人版 即是他是一個外族人 是一個叫做希臘人 其實就是跟猶太人相對 即是所謂的外邦人 外族人 他送了耶穌 但他是怎樣送耶穌的呢 而2A就是 我是按照啟示上去的 就是何事 就是無緣無故 又要去耶路撒冷 就是因為上帝叫他去 而這個2B就是 去到的時候 陳淑我在外族人當中 宣講的福音 請他去表達意見 就是他所講的福音的內譽 就是講完了 就有些類似 宣教士屬職 但是表達意見就是 更進一步就是 會不會就著寶羅的福音 他們會覺得多了 少了 有哪裏不夠 所以就表達意見 而這個陳淑呢 其實在聖經出現的次數不多 另一次就是在《史都行轉》 《二十五章》 《十四節下半節》 那裏就講 非司都向王 趕屬了保羅的案情 趕屬就是這裡的陳淑 就是講完這些東西之後 要對方給一些意見 給一些回應 所以《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就是《二十五章》 就講到請他們表達意見 而《二十五章》 就是《二十五章》 不過是私下向那些知名人士陳屬 所以其實今次上去 又不是一個公開聚會 而是一個私人的聚會 那說知名人士 那哪些是知名呢 其實一會再看下去的時候 其實就更加清楚是講那個 《二十五章》 教會的三位主要的領袖 就是在《二十五章》 記載的《雅各》 《基法》和《約翰》 免得我現在 或從前跑的警示白跑 就是本來叫《往言》 什麼叫《往言》呢 就不是保羅對自己傳的福音 就是沒有信心 作為《德國吉》 直達果 我們知道福音 其實就是把猶太人和外族人 中間的繁尼去拆毀了 這個是《二十五章》所說的 現在免得我白跑 就是現在我傳我的福音 但是耶路撒冷的領袖 究竟接不接納呢 如果因為傳這個福音而不接納的時候 搞到好像有兩個的信仰群體 搞到教會分裂 這個就不是保羅想看到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保羅就覺得真是往言 真是白跑 接著是《二章》三至五節 但是就連和我再一起的提多 雖然是希臘人 這個希臘人相對 就是猶太人 所以是非猶太人的意思 在強迫之下也沒有受國禮 有人強迫他 但是面對這樣的警方 保羅也不妥協 所以下面就說 這都是因為那些偷偷潛入來的假弟兄 他們瞭盡來 規探我們 在基督耶穌裡享有的自由 為要奴役我們 對於這些人 我們遍刻也不讓步屈從 為要洗福音的真理 在你們當中繼續保持 請問提哥 他是帶提多上去 其實就作為一個人證 或者人版 愛上來怎樣送耶穌 是不用行國禮的 而去到第三節 在強迫之下也沒有要受國禮 那誰強迫他呢 人有何時強迫提多要受國禮呢 在加以太書沒有明文這樣說 所以第三節 其實保羅強調的 寫加以太書就是 即使用這樣的處境 保羅都沒有要求提多 一個非猶太人要受國禮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 愛幫人信耶穌的人版 或者人跡 那為什麼不要受國禮呢 這個原因 第四節 這都是因為 那些偷偷潛入來的假弟兄 他們做什麼呢 進來規探我們 要路易我們 很多時候 或者我們解釋聖經 就很自免的 假弟兄 就是那些假的 即是未曾信耶穌 但如果未曾信耶穌 又主張受國禮的人 即是猶太人 無緣無故進來教會 如何去奴役基督徒呢 他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去奴役他們呢 所以其實這個假弟兄 就未必是指 未信耶穌的人 而是指信了耶穌的基督徒 但如果上了耶穌的基督徒 為什麼叫假弟兄呢 其實我們都會明白的 你回同一個團體 大家以弟兄姊妹相稱 但當有一些患難 大難難頭的時候 就各自非 所以你和一些弟兄就會說 你都是不是兄弟 即是在名義上 大家是弟兄姊妹 但在真實的交往上 他都沒有尊兄弟的本分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去理解 一個假弟兄呢 就多了一個的角度 就不是說這班人未信耶穌 而這班人可能是信了耶穌 而且他們主張受國禮 是猶太人來的 但正正他們在下文 提到一個叫做國禮派 就是他們會覺得 愛族人信了耶穌 都要遵守摩西律法 尤其是一些 和猶太人身份有關的律法 所謂的 identity marker 身份的標記 譬如行國禮 食物的條例 或者守節旗 這些外邦的基督徒 信了耶穌 但又不做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不會當你是基督徒 不會跟你當是基督徒 這樣彼此的交往 而保羅就形容這些人 就叫做假弟兄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保羅要處理的 就未必是假弟兄的真情假意 而是因為他們是信仰的偏差 以至他們的行為和偏差的信仰就一致 但他們的行為和純正的福音就不一致 結果就叫做信行不一 信仰和行為是不一致的 我再說一次 這裡所謂的信行不一 是指他們的行為和真正的信仰是不一致 而他們的行為 要是主張外族人要 信耶穌要守國禮 按照這個偏差的信仰 他們的行為和偏差的信仰是一致 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是想讓大家看佳太書多了一個角度 因為以往我們看佳太書 就會強調恩信稱義 那是什麼層面呢? 神學層面 是教義層面 但是近代研究佳太太書 就會多了一個角度 就是其實保羅要處理的 不可能只是教義層面 而是你的信仰和生活如何能夠一致 那個就牽涉基督徒生活層面 而且是很近身 而所謂的一致是要和一個純正信仰一致 不是和一個扭曲了的福音一致 所以當我們這樣看佳太書的時候 就多了一些質感 以致我們不是純粹去講一些很神學的 恩信稱義的道理 而是首先去搞清楚 什麼是真正的福音 什麼是真正的信仰 跟著就按著這個正確的信仰 正確的福音去怎樣去生活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第四節下半節 這些人進來就想看一看規淡 然後偷偷 其實那個意思 他進來是大無私讓的 你見到他進來的 不過見不到就是他進來的動機 所以偷偷潛入來 就不是純粹說鼠進來 而是說他們大無私讓的進來 但是進來的目的 其實不是想認識這個福音的真正的內容 而是想看一看 你們在基督耶穌的志在什麼 其實如果你不用守律法 他就要求你守律法 結果就是要奴役這些外族的基督徒 所以四節下半節就叫奴役 所以當然明白了這個假帝興 不是照字面解 而那個偷偷潛入來 都不是照字面解的時候 就會更多掌握到這段經文 保羅相表達的意思 是針對當時一些猶太基督徒 因為扭曲了的信仰 偏差的信仰 以至他們的行為是影響了其他信仰 比較純正的信徒的生活 而面對這些 保羅第五節就說 對這些人是很直接的 沒有編比的 我們遍刻也不讓步屈從 就是不會給他們機會 可以涉到入圍的 唯有使福音的真理 在你們當中繼續保持 言下之意 他們所做的事 就跟福音真理相抵觸 所以如果要看佳泰書 就多了一個這樣的角度 其實什麼才是福音的真理 真理是使人得自由 我們這個課程叫做真理與自由 如果我們所信的是歪理 其實我們的生活自然與歪理一致 這樣就覺得非常之悲良 在這裡 保羅有他的屬靈敏銳度 只要這樣做是不行 然後我們再看下文 就是二章六至十節 就是那些知名人士的回應 我們先看經文 至於那些知名人士 這個知名人士在上文 就已經出現過 而在二章九節 就進一步說他們的名字 無論他們從善是怎樣的人物 於我都沒有分別 即是哪怕他以前多麼的風光 多麼的厲害 但是保羅都劈頭 是將人與神做過對照 即是他是看神 就不是要看人 所以於我並沒有分別 我告訴你是Manager還是Messenger 對我是沒有分別的 但對人來說 Manager經理當然是高級過Messenger 送警察 但是保羅說 我告訴他 因為神不偏淡任何人 他是從神的角度入手 就不是從人的角度入手 而不偏淡任何人 這個在尼米的出現過 舊約摩西五經也出現過 其實就是審判的時候 是不可以偏淡人 所以現在保羅就好像按照 舊約審判的時候的要求去行事 他就說 那些知名人士 並沒有給我 什麼額外意見 如果大家還記得 上文二章二節B 就是保羅 十四年前 上耶路撒冷 其實就把他在外族人說的福音 陳熟 然後給他們表達意見 但是現在這些知名人士 就說 沒有給什麼額外意見 言下之意 他們是認同保羅所說的話 也贊同保羅所傳的福音 沒有多沒有少 言下之意 他們聽完之後 不會剩一個叫做2.0版本 叫保羅以後你就傳這個2.0版本 沒有這一回事 相反第七節 他們看得出 我已經受託傳福音級 沒有受國禮的人 就好像受託傳福音給受國禮的人一樣 值得留意的就是第七節 什麼叫沒受國禮 什麼叫受國禮 就是猶太人和外族人 但是為什麼不用猶太人和外族人呢 正正其實保羅用這個受國禮 不受國禮 其實就是要凸顯那個問題的關鍵 就是那些人強調 你沒有受國禮 所以要受國禮 但是保羅寫家衛太書 刻意提到 我是受託傳給那些沒有受國禮的人 而提多就已經做了人版 沒有受國禮 就繼續可以不受國禮 這些就是保羅的修辭策略 接著就是第八節 因為那位在彼得身上發揮力量的 使他為受國禮者作使徒的神 也在我身上發揮力量 使我為外族人作使徒 在這裡保羅再一再強調 上帝克爾是將那些受众分成兩批 而彼得那批受众是叫做受國禮者 而彼得那些就叫做外族人 所以你會發現第七節是沒有受國禮 對照受國禮的 而在第八節就是受國禮對照外族人 他相信耶穌仍然是外族人 他相信耶穌仍然是不需要受國禮 無論是彼得或者是保羅 他是同樣是上帝在他身上發揮力量 而去做這個使徒 而接著第九節 一個基法約翰 就是那些號稱子柱的知名人士 所以說了這麼久 知名人士是哪幾個呢 就是這三個 在當中你會發現雅各牌頭 而接著就是彼得和約翰 這個寫基法和約翰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二章九節 就更加明白這個雅各 其實不是十二司徒裡面的雅各 是耶穌的兄弟雅各 在當時是耶穌仍教會 就是一個重要的領袖 因為如果看司徒行轉 十五章 他是結案陳詞 即所謂Final Say那一位 所以他的權威 是比基法約翰更加高人一等 他就說 既然明白我獲賜的恩典 就向我和巴巴巴伸出右手 以示交矣 這個就表示認同 所以就說 同意我們到外族人那裡去 他們則到受國禮的人去去 所以是根據受盡分成兩批 而傳的福音是同一個的福音 但是第十節就是 唯一要求我們的就是記念窮人 相信這就是當時的需要 正是我們熱衷做的 當時什麼需要呢? 就是耶路撒冷因為饑荒 而需要其他城市 譬如其他城市教會的支持 這個牽涉到就是 究竟這個十四年之後 再上耶路撒冷是哪一次呢? 如果我們看回之前的表 有五次上耶路撒冷 即是第三頁的駐路 通常只剩下第二第三次 因為第四、第五次 巴巴巴是沒有份同行的 所以有份同行的 第二第三次 即是第十一章《蕭韓傳》 或者《蕭韓傳》 簡稱第十五章 那個耶路撒冷的會議 各自有支持者 但是如果 這一個是第十五章 即是嘉義太書 是開完了所謂的 耶路撒冷大會 即是第十五章才寫 但是如果是開完會之後寫 那為什麼 保羅隻字不提那一次 會議的已決呢? 這個就成為 即是我們去推測 究竟這個十四年再上耶路撒冷 是等於保羅的第二次上耶路撒冷 還是第三次上耶路撒冷的一個重要的線索 所以其實我都會傾向第二次上耶路撒冷 機會是比較大一些的 如果你看回《蕭韓傳》十二章二十七至三十節 即是 看回《鑄錄》 他們是聚雅的安提康出發 而第二次三次也是 第二次出發的目的就是送交贈災的捐款 又跟這個嘉義太書 這個二章十節 唯一要求我們是記得窮眼 是記得耶路撒冷的窮眼 就比較容易呼應到 但是在這個十一章提到 是那些耶路撒冷的教會眾長佬 去接那些捐款 但是又沒有提到那些雅各同機法 但是都說 見雅各機法是私人聚會 不是一個公開聚會 反而就更加貼合到 第十一章的情況 而在第十四章 或者第十五章 那個是公開耶路撒冷大會 所以就不是私下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第二次上耶路撒冷 那個機會就比較跟這個嘉義太書 《儀章》一至十節 過了十四年上耶路撒冷 機會更加吻合 內容更加的吻合 然後寶羅就說 這個正是我們已經熱衷做的了 所以比我們更加明白到 寶羅傳福音 就不是純粹傳福音 亦會有所謂的寫關層面 這個是二章一至十節 寶羅用這個事件 是要說明 他是福音 不是人教他 不是人委託他 不是從人來 是從神來的 而透過二章一至十節 寶羅再上耶路撒冷 但見完那些領袖 他們都沒有額外的意見 只是伸手表示交易 以及叫他們繼續向那些受國禮的人 向那些外族人繼續傳揚 他們就向那些受國禮的人傳福音 所以其實各有各做 就是現代所說的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他們彼此是主來的手足 大家一齊為天國奔馳打拼 這個就是二章一至十節 而接著我們再要看的 就是十一至二十一節 通常我們稱呼這個記載 就叫做安提柯事件 我們看第四頁的註白 即是二章十一至二十一節 那個分段兩個段落 首先就是基法的問題 接著就是保羅的回應 而基法的問題是什麼呢 記載在十一至十三節 就開始不再跟外族人共善 同桌同台吃飯 而保羅的回應 就是當面反對基法 以及那個原因 我們先看十一至十三節 就是註狗 先看經文十一至十二節 第二章 可視基法到了安提柯的時候 我就多面反對他 因為他該受譴責 原來從亞國那來的人到達之前 他經常和外族人一起用餐 但是那些人一到 他就開始退縮 使自己和外族人分開 因為他怕那些國禮派的人 我們看註狗 就知道十一至十三節 其實可以分兩部分 首先就是基法的問題 接著就是這件事的影響 二章十三節 我們看二章十一節 就是基法到了安提柯的時候 我當面反對他 因為他有該受譴責 但是這個該受譴責 如果再列得值得一點 就是因為他的行為已經定他的罪 他的行為是什麼行為 要看十二節 你才知道 就是原本和人同台吃飯 但是那些人來了之後 就不再同台吃飯 為什麼不同台吃飯呢 因為那些是外族人 而外族人就無所不食 就是百無禁忌 但是猶太人因為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有些食物就不吃 所以這個就是講講他的行為 不再跟外族人吃飯 就是定他的罪 那他什麼的罪呢 是不是他出爾反爾 其實如果看回佳太書 很可能其實就是他這個行為 就反映了他背後的信念 就是一個外族人 即使信了耶穌 都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 尤其是裡面一些食物的條例 而在保羅的眼裡 你這樣做這個行為 就反映了你的信念 反映了你的信仰 而這個信仰是一個扭曲了的信仰 不是一個福音的真理 所以你所做的和福音真理不一致 就是信行不一 真正的表裏不一 就是在講這一點 即是如果你信的是邪教 你行為都是邪惡 那你是表裏一致的 但現在所講的表裏一致 或者信行一致 你所信的首先是純正的信仰 是福音的真理 現在彼得基法所做的事 就和福音真理不一致 所以就叫信行不一 所以十二節 再去中一步交代 原來從雅各那裡來的人 到達以前 他經常和外族人一起用餐 所以他不是一次不是兩次 而是經常 而什麼是叫從雅各來來的人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雅各派來的人 所以彼得和雅各是認識的 而雅各派來的人 彼得都應該認識的 反而我要問 這些人來到安提阿來做什麼呢 那是否做短孫 是否做探訪 還是彼得一些消息 什麼的消息呢 就是根據一些學者的推測 就是彼得在安提阿和一些外族人一起彼此交往 清興道地甚至同台吃飯 這個消息傳了回耶路撒冷 但是耶路撒冷裡面 有一些 國禮派人士就很反感 甚至一些未信耶穌的猶太人 都透過這件事 反對教會 以至教會可能已經承受一些壓力 甚至迫白 所以這個從雅各那裡來的人 就通知機法這件事 下半節 但是那些人一到 他就開始退縮 開始可以做漸漸 所以就不是一次不吃飯 而是慢慢不和他們一起吃飯 使自己和外長分開 因為他怕那些國禮派的人 那麼這個十二節下半節 本身是一個結構的 首先那些人 我叫A 而最後那些國禮派的人 叫A派 他就開始退縮這個太子彼得機法 對應他怕 這個開始 記住是漸漸的意思 即是一個經過考慮的行動 而這個他怕 就是一個情感的表達 B是表達他的理智 而這個B派是講他的情感 而這個中間就是他令到自己和外族人分開 他這個背後 這個是一個行動 而這個行動背後是反映了一些信仰 一些信念 所以整個十二節B 就讓我們知道 機法有什麼地方 即是當受譴責 有什麼行為定了他的罪 所以十一、十二節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件事 就是引致什麼結果 夏文再交代 如果按照十二節B的結構 那些人一度 那些國禮派的人 就是機法所怕的 所以什麼叫國禮派 最簡單就是那些人 而那些人是什麼人 十二節A就是從雅各拿來的人 所以在這裡 我們要做一些註釋 寶羅稱這班人叫國禮派 即是 這班人也是從雅各拿來的 但是上文就已經交代了 二章一至十節 就是那些教會那三個的柱石 雅各、機法、約翰 有沒有對保羅所傳的福音 指三、道四 是沒有的 即是接受、承認 他說的福音是純正的 但是現在 為什麼要派人下去 記住派人下去做什麼呢 是做短宣、是做關股 還是帶個消息給機法呢 這些全部都是學者的推測 但是根據這些子女行間 我們會發現 就是因為他們來了之後 改變了機法的行為 而保羅又稱呼這些人 叫國禮派 所以我們去嘗試建構 一些學者的建議 就是因為猶太的一圖 和外族的一圖 同臺食法 以至在耶路撒冷的教會 不單止知道這件事 也是因為這件事 耶路撒冷的教會 可能承受了一些壓力 而那些壓力 可以是內在 也可以外在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些使徒行轉的記載 就可以更多理解 就是二十一章、二十一節 但是要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節 我們由第二十八節開始看 使徒行轉 第二日保羅和我們一起去見雅各 所有長老都在場 保羅就問候他們 就把神透過他的侍奉 在外人當中所行的一一熟說出來 二十節 他們聽見了 就讚美神 接著對保羅說 弟兄 你看 猶太人當中 信主的 成千上萬 如果根據這個小道人主 二十一章、二十節記載 當時信耶穌的人 真的很多 成千上萬 重要的就是 都是對律法肯業生的人 那對律法肯熱心都是好的 但是那些律法是甚麼律法呢 純粹是道德層面的律法 還是包括一些禮儀層面的呢 有一章二十一節 他們是聽說 你教導所有在外族人當中的 猶太人 背棄摩西 叫他們不用給孩子限國禮 也不需要遵守規條 所以其實 在外地做的事情 他們的消息 是會傳回去耶路撒冷的 因為傳回去耶路撒冷 你也知道的 大家玩過與鵝傳鵝 其實很多時候是會失實的 而因為一些失實的報道 又或者當中一些描述 令到耶路撒冷的會眾 或者猶太基徒 又或者一些非宋主的人 他們是很擁抱摩西律法的 現在居然 即是 在外族裏面的猶太人 都不受摩西律法 究竟發生甚麼事 原來是保羅教的 結果就引起很大的反響 所以因爲這個形勢 即是 亞國派一些人去通知基法 即是你在安提鵝小心 又或者如果你離開安提鵝 回到耶路撒冷 即是可能有些人對你不利 這些都是學者的推測 但這些推測可能都是合理的 正正因為這樣的緣故 即是基法就改變他的行為 而這些人可能純粹只是帶一個消息 即是他們在甚麼立場 經文不多說 但保羅就稱呼他們為國禮派 所以其實在保羅眼裡 即使只是帶一個消息 但你沒有加些更加適切的指導 當然比特不需要人指導 但是你只是說 小心啊 比特 你這樣做很危險 而現在比特因為你說完這些說話 就去轉軚 所以你們這幾個人 純粹說這個消息 還是說你不需要轉軚 因為我們這個信用 是不需要外族人守國禮的 但他不說這些話 反而好像推波助瀾 令到比特要去跟外族人分開 在保羅眼裡 其實你們也有責任 所以稱呼這些人就叫做國禮派 即是他視這幾個人 都是站在福音真理的對面 對立位 接著我們看十三節 其餘的猶太人 這個當然是指猶太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看聖經又提醒了多一次 很多地方其實不是照字面解的 猶太人不是指所有的猶太人 是指猶太基督徒 亦和他一起論虛作假 甚至連巴拿巴亦被帶入祈禱 隨著他一起論虛作假 所以根據這一節的經文 階太書要處理的 是否純粹教義層面 恩信清義 還是一個錯誤了的福音 以至帶出扭曲的行為 這裡就叫做龍虛作假 有些日本也叫做裝假 廣州話叫做裝假 以至信行不一 所以當我們這樣去理解的時候 當然在太書最後那份倫理的論證 就變得很有意思 因為在那部分正正教我們 如何活出一個和福音真理一致的生活 當我們活出一個和福音真理一致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能夠享受到自由 真理與自由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我們拒絕方言 活出真理 活出真相 這個就去到第十三節 而跟著呢 第十四節開始 經文就這樣去記載了 就是講保羅的反應 但是我一見到他所做的 和福音真理不負 就當眾對基法說 你是猶太人 尚且生活都像外族人 而不像猶太人 這個像不像呢 其實二姐就是有沒有按照摩西的條例去飲食 尤其是 怎麼還強迫愛族人 跟隨猶太人規矩生活呢 這個就是那個的 保羅當時他的反應 很明顯就是反對基法 是指責基法 但是在研究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通常要探討的就是 就是保羅說的那句說話在哪裡結束 很多時的譯文 就在第十四節 就有一個生引號 但是呢 就是罵對方 不給理由呢 其實又覺得好像不是很完整 所以有些譯文 那個生引號是去到二十一節的 而譬如根據馮永坤博士的研究 他都會傾向其實去到二十一節 就是當時保羅對基法指責的內容 當然不等於是把逐字逐句密寫出來的 但是應該是大意 就是十五至二十一節了 所以我們看第五頁的註十 就是為什麼 就是保羅說這一番的說話呢 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註十十五至二十一節 我的分段就是初步的陳述 然後自問自答 然後再詳述的原因 而先去看註十一 就是十五十六節 所以保羅初步的陳述是什麼呢 經文就這樣去記載 其實是一個結構 透過註十一 我們更多了解 那個結構是一個叫做交叉平衡 單核心的結構 首先就是隱言 對應就是一個結語 它就說 我們新來的就是猶太人 保羅天生猶太人 不是所謂的外族罪人 這個外族罪人 因為外族人 沒有摩西律法 所以在猶太人眼裡 外族人是罪人 而保羅很可能是用回當時對家 這樣稱呼那些去反駁那些猶太人 猶太人是那些不守摩西律法的人 就叫做外族罪人 但現在保羅傳福音告訴猶太人 其實我們不需要再守飲食條例 結果猶太人就用回 他們對外族人稱呼 譬如保羅或者彼得這些人 外族罪人 所以在這裡 這個註写給大家 我們不是所謂外族罪人 為什麼外族罪人 因為在猶太人眼中 是無守律法的人 就定他們的罪 但這個隱言其實對應是結語 一會兒看的數字F就是說 根本無人能夠因行律法是清義的 清義對應就是定罪 這個就是你無守律法 和無人能夠守律法 又是一個呼應 所以是一頭一尾的 而在中間其實是把意思重覆兩次 如果你看著著11 B清義非因行律法 對應的B派也是清義非因行律法 C清義是恩信基督 對應的C派 清義恩信基督 而中間我們也就信了基督耶穌 我們嘗試按著著11 去看15、16節 一個初步的陳述 跟著16節A 但是既然我們知道人清義不是因爲遵行律法 而是藉著相信耶穌基督 而我們也就信了基督耶穌 因為你有這個福音真理 跟著有這個行為 就是相信人是基督 跟著結果 就是使我們清義是因爲信基督 而不是因爲遵行律法 爲什麽? 因爲沒有一個人能夠遵行律法得清為義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透過行律法 而能夠滿足到律法的要求 這個就是初步的陳述 而跟著呢 保羅又用了一些修詞的技巧 17節自問自答 如果我們尋求在基督裡清義 就是靠信耶穌而清義 卻因此連自己也被視為罪人 這個視為罪人 就是呼應第15節的 所謂的外族罪人 是給誰先看? 就是給那些猶太人 或者那些國內派的猶太基督徒 視為罪人 那麼難道基督助長人犯罪嗎? 就是我尋求律法 基督裡清義 但是最後卻是被視為罪人 難道基督教是助長人犯罪嗎? 17節自問自答 no way 絕對不是 那為什麼絕對不是? 接著那個18至21節 其實原文有三個因禮 所以其實它是給三個原因 而看著述二 首先就是如果重建陳冊偉的 保羅就是罪人 接著借對律法 我對律法死了 對神活著 這個是保羅的生命實況 而接著 c如果以借對律法而來 基督就白死了 在修詞上 頭和尾 其實都是如果 如果 即是我假設的口吻 去做一個反駁 而中間 保羅是說生命的實況 就是一個現實的情況 去回覆 所以我看第18節 第一個是因為 我如果重建 自己曾經拆毀的這些東西 就證明自己是違反律法的人 我們要問 保羅拆毀什麼 其實他拆毀的就是 因靠行律法清義 和相關的事情 教導 但如果用一個假設 如果我重建 所以重建和拆毀 其實是同一件事 就不是兩件事 重建拆毀了 現在崇禎講過 是要靠律法清義的 那就證明自己是違反律法的人 那為什麼證明自己是違反律法的人 是不是因為我出以反以 然而無信呢 當然不是 因為上文 F就說 沒有一個人能夠因為 遵行律法不清為義 如果我仍然重建 現在是靠律法 但沒有人可以 因遵行律法清義 就是個個都被律法定罪 個個都是什麼 法律法的人 所以我不會就這條回頭路 所以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所以我不會重建曾經拆毀的事 18節 接著就19至20節 而19至20節又是一個結構 而這個結構呢 簡單來說 AB Aπ Bπ 一個交替的平衡 就好像梅花鑑竹一樣 你會發現 就是講死和活的 看著12 我已對律法死了 使我可以對神活著 死和活 接著我已經同釘十架 大致同釘十架 也是講死的 接著我恩信基督而活 是活的 我們看看 當中19至20節的內容 在當中我們看到 19節其實漁民有一個因爲 因為我借著律法 已經對律法死了 那個死的意思 自己律法不能再管出我 這是羅馬書提到的 用一個夫妻的關係 丈夫死了 太太歸於別人都不叫淫婦 因為丈夫死了 死了之後 就不再受這個夫妻律法條例限制 使我可以向神活著 對神活著的意思就是受神管束 而接著 其實這個背是俗埃及傳統的 俗埃及傳統就是換主人 就不是純粹釋放自由 而之前就被律法管束 被罪管束 但是現在我就被神管束 就叫做對神活著 我已經與基督一同被釘在十字架上 什麼時候同釘 相信那一刻 怎樣同釘法 這個其實是說 我們有份於基督同釘十字架 是指身份地位的層面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了 而是基督活在我裏面 基督怎樣活著 記住下文說 就是聖靈活在我們裏面 所以是基督透過聖靈活在我們裏面 我現在在肉身活著這個生命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那聖靈何時活在我裏面 就是你信耶穌那一刻 你信神的兒子 而祂做過什麼呢 祂愛我為我捨己 這個其實就是相信的一個簡略版 如果大家記得 裏面福音十六節就是 三節十六節 神愛世人 神志將他一讀真子 此刻一問我 祂愛世送他一筆致面王法律永生 祂做什麼 愛世人 一個翻譯愛世界 OK 就是為我捨自身上別 而接著又一次 就是第三個恩惠 我不廢棄神的恩典 因為如果二是藉著律法以來的 那麼基督就白死了 即是就枉死了 即是這個是假設來的 但這個假設背後有一個含意 基督耶穌會不會做一些多餘的事情 祂死是一個很大件事 但現在祂居然白死 那個前提就是二是透過律法都得到 那麼基督還去死 真是白鬼嗎 所以保羅這種假設 其實是迫聽眾 有一個很荒謬的結論 去推翻一個荒謬的立論 即是如果二真的可以透過律法 耶穌基督就不用死了 耶穌基督死就證明你那條路是走不通的 好 而且這個叫廢棄神的恩典 即是基督死 接著岸人白白清熱 這個是恩典 我怎麼會去廢棄廢除這個恩典呢 所以當我們這樣去看的時候 我們看回第一頁 傳書結構引言證文結語 主一 接著主二就是我們討論了這個 從歷史或自主的角度去論證 即是甚麼是福音真理 一章十一節二章二十一節 但就是我們看的段落 他發現最後那個段落 當保羅說的時候 他不是純粹說自己自傳的 而開始說一些道理 而這個段落正正有一個 成上啟下的作用 因為下文三至四章 就是從一個道理神學的角度去論證 所以保羅的鋪排在佳泰書 不是偶然的 是一個思想神物的鋪排 我們今天課程到這裡 下次我由第三章開始講解 希望大家可以看了經文 再回來一起去學習佳泰書 讓我們能夠去認識真理 繼而活出真理 活出了自由 再見大家